好 欢迎回来 明天就是许多人最期待的中秋节了 那说到中秋节 就是赏花 赏月 赏熟丽 不过天气如何呢 马上请熟丽告诉我们 好的 今天要赏熟丽还可以 明天要赏熟丽 熟丽可不在 可能要赏仲翔 因为明天仲翔上班了 好啦 我们赶快回到正题 就是要告诉大家 哇 这个今年第14号台风葡萄桑 就是不是葡萄的葡萄桑 在昨天晚上8点钟形成了 不过它现在距离台湾 真的还有好大一段距离 您可以看到台湾在这边 那么现在葡萄桑 距离台湾差不多还有2650公里 所以接下来它现在 是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 朝向北北溪的方向走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条路径 看起来是不是 好像看过 对不对 当然看过 因为它前面那个贝壁家 也就是朝着 这样非常类似的路径 这样走的 只不过还是有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条路径 比贝壁家还要往南偏一点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 如果按照中央气象数的 这一条路径的话 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 距离台湾最近 那么世界各国的看法又是如何 对台湾的影响又是如何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 这一张路线除了有世界各国的路线之外 还结合了就是NCDR 也就是国家灾防中心 因为在这一张图 我们比较可以清楚看到 台湾海上的警戒线 好了 如果说我们换算到 9月19号 礼拜四凌晨两点钟 这一段时间也就是 葡萄桑台风 比较靠近台湾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的暴风圈范围比较小 所以未来它还是朝着 大陆华中一带登陆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以目前这样的一个行进的方向 看起来是不会接触到 台湾的海上警戒线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全世界各国的路径 后面还蛮分歧的 就是到底它会比较偏北走 还是会比较偏南走 如果再往南就有一点尴尬了 所以这就是后面 我们要再观察的地方 不过至少今天 到明天的中秋节假 我们台湾天气的影响 都是跟葡萄桑没有关系的 那是跟什么有关 我们就从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就进一步来看 目前在这个海面上 两个台风 那么除了葡萄桑 刚刚所讲的之外 贝壁加台风 贝壁加台风 其实已经在今天早上七点半 登陆到上海浦东这一带了 那么台湾今天的天气上来看 大部分都是白天晴朗 而且稳定 可是晚上开始变天了 主要是因为受到 菲律宾这一边的热带扰动 这个热带扰动 预期将会通过菲律宾 来到了南海 那么也不排除它有机会 到了南海之后 形成台风 一旦形成就会是 今年第15号台风 名字叫做苏利 好了 不管接下来 它的形成台风如何 这个外围环流 它这个热带扰动 外围的水气 从今天晚上开始影响台湾 所以接下来的天气 我们从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大大的标题 赶快告诉大家 今天晚上开始变天 那么中秋夜 注意了 东台湾云多 而且比较会下雨 但是东西大不同 西台湾可以上一轮 绞节的明月 那么今天事实上白天都很好 下午午后雷震雨也很零星 那么到了晚上 整个水气进来之后 东半部开始下雨 尤其明天中秋节 东半部注意了 不排除局部 甚至会有大雨 那么基隆别海岸 到双北地区 云多大部分都是云多的天气 但是也会有一些 间歇性的短暂雨 那么中南部主要 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所以明天中秋赏月 中南部跟雷岛 机会是最大的 礼拜三到礼拜天 事实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而且要注意后续 是不是还有热带扰动的发展 所以北部东半部 持续的不稳定 比较容易下雨 中南部还是以午后雷震雨的 天气形态为主 时间再交还给众祥 得不稳定的影响